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从1919年梅兰芳大使首次把京剧带到了世界 带出了国门 到今年也整整100年了 可以说我们是踏着前辈开创的 这样一个对外文化交流的道路 我们也一直在努力的前行 那么应当说通过一代又一代的京剧人 不断地把京剧的优秀的作品 带到西方 带到世界各地 让更多的外国的朋友 去了解我们的中华优秀的文化 了解我们的独特的国粹京剧艺术 这门艺术的魅力 应当说是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外国的朋友通过看京剧 尤其是我们现在出来 你看到英国这是第六次 连续五年 从05年之后 我们到2015年连续五年到这来演出 而且每一次我们都带来的都是整本大戏 就是完整的故事情节 你像杨门女将 满江红 野朱林 凤环超 太真外传 白蛇传 全本的把王别姬 将相和等等 都是在国内怎么演 我们到了欧洲 到了英国 我们就怎么演 就是要让我们的外国朋友 去通过看这样的整本的剧目 去了解我们中国的历史 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的精髓 同时呢 也了解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 你像明天晚上 这个杨门女将 在中国家喻户晓 这个百岁挂帅 舍泰君百岁挂帅 穆归英这披挂上阵 为了国家 为了民族 抵御外寇 外侵 同时呢 也是为了这个 惊忠报国 突出这样一个主题 那么通过我们的表现 这个外国的观众 能够了解我们的这个 中国人的这种 人生观 价值观 中国人对于国家 民族利益 高一切的这样一种精神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通过这些年的这种 传播和推广 到世界各地 国家经济院这个一团 我所在这个一团 我在这个集团已经40年了 那么这个集团呢 应该说走到这个 欧洲很多国家 世界各地 包括亚洲啊 这个都去了很多国家 应当说是 通过我们的这个观察 和通过我们的了解 交流 互动 我们感觉到外国的朋友 通过看戏 了解中国文化 了解中国历史 无论是政治上 国与国之间 有什么样的这个变化 这个世界的这个形式 风云的变化 但是呢 这种文化交流 应当说是对这个 中国文化的这种 普及推广 对于外国西方观众 去了解中国 了解中国历史 会起到一个基地的作用 所以应当说在这些方面 通过这些年的努力 还是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我们也和很多的外国友 成为了朋友 特别是一些外国的青年朋友 了解 喜欢京剧 开始看上一次之后 他就喜欢上了京剧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来说 让我们也感到非常欣慰 我们是由潜入深的 进行推广 那比如说我们要从这个孩子 我们在国内 有一个这个宣传的口号 就叫这个这个振兴 这个京剧 要从娃娃抓起 我们到了外国之后 我们无论是到了 波罗的海三国 还是到这个 这个德国到法国 包括我们去到这个 这个亚洲的其他国家 包括我们这次到英国 我们上一次来的时候 在大营图书馆 这次来我们走进 牛津大学 去给这个学生们 进行去讲 因为京剧呢 不仅仅是舞台表演 这个形式丰富 我们的京剧本身的化妆 头饰服饰也是一门艺术 因为京剧是极歌舞 杂技武术 这个美术 一体的这样 极大成的这样一个一个剧种 所以它的这个 为什么说京剧艺术博大精深 另外它的这种舞台呈现 也是一种色彩斑斓的 那么观众在唱片作打当中 去感受京剧这种独特的魅力 所以我们在去做这项工作时 就感觉到很多的青年的孩子 要在他们身上 要进行这个 给他们进行一些这个传播 所以我们走进校园 让这些孩子 这些年轻人 有文化有知识的 开始让他们慢慢去 接触京剧 了解京剧 所以我们是边讲 边讲边演边互动 请他们上台到台上来参与 我们给他化妆 给他穿上服装 外国人给他们 画上京剧的这种脸谱 他会穿上服装 他会觉得很神奇 所以就是我们的这种 不是单一的坐在那 我来讲 你来听 很单调 很单一 也很枯燥 我们要跟观众互动 让他交流 让他参与进来 这样的话 他就对产生兴趣 通过国家京剧院一团 我们在国内 已经走到了100多所 100多所大学 已经150所大学了 进行传播和普及 然后中小学 这个京剧艺术 进入中小学的艺术教育课程 在我们国内这些工作 现在开展产生很好的效果 所以我们在到了英国 到了西方来之后 我们也是采取这样的 我们在孔苑 在文化中心 到外国的大学 我们到迈阿密的大学 我们在美国 我们也去给他们讲 给他们演 包括我们到我们的使领馆里面 我们也去做这种讲座 让我们的这个 驻外的这些使节 我们的外交官 首先让他们去了解 让他们产生兴趣 他们也会帮助我们 做宣传 做推广 我们现在剧院一直 在这些年来 一直没有间断 和西方的这个艺术合作 包括跟亚洲的艺术合作 我们各家京剧院 前不久跟这个 意大利的艺术家们 合作的这个福士德 无论是在中国 还是在意大利演出 都很受欢迎 意大利的艺术家 和我们这个京剧的艺术家 同台演绎一个故事 那么现在在排的纸环 也是这样 然后我们跟日本的歌舞技合作 版本龙马 龙王 这些都是国家经验 这样子这些年来和 这个外国的艺术家们合作 这个取得了一个 很好的一个成果 也可以说是这样呢 我们也是说为 通过这样一种形式 让外国的朋友 更近距离地去了解 特别是外国的艺术家 他去了解我们的这个传统艺术 了解我们的这个中华文化 同时我们的艺术家 也去通过这样的合作 去了解西方的文化 了解西方人的思想 了解他们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通过合作 产生了很好的碰撞 而且在舞台上 都是各自拿出各自己的绝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